Yes Me的声音 就是从谁最爱的新声音 在这三大主题里头 我最怕他们选择灵异 基于美食还是旅游 我觉得都无所谓 5 4 3 2 4 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适用于 我们寻找新声音的一种挑战 因为真的是考验这些新学员 在做广播员具备的一些条件 我是Sammy 今天是星期五 欢迎 刚好这个礼拜佳标老师不在 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种 三个孤儿的感觉 我可以这么说吗 你是为了要讲鬼故事儿讲 如果这不是你的感觉 你不要讲这是你的感觉 排练了几次之后 他居然请了整个周公讲鬼的团队 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宝贵了 很专心地准备比赛之外 我觉得玩乐也是很重要的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既然他们有这个勇敢的心 去选这个话题 那我就觉得顺着他们让他们去发挥 很开心 因为看到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 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比赛比较不一样的是 有其中两组的其中一个学员会被淘汰 我不知道会是我的还是谁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这次三个导师 是要一起紧密合作 栽培下一代的明星DJ 这次变成了一个 As Sehr Empty 好深温 请就能感受到 整个这次变成了 非常感受到 快乐是 我们的儿子 在每逢星期四 每逢星期四 更新一集 Mewatch 每逢星期四 util地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